长荣基氏儿子所就读的北科复工 全校2656位师生 PCR裁剑全数呈现阴性 不过医师担心了 对抗一次Delta并入定义株 指挥中心呢 目前匡列的对象跟范围是远远不够 认为应该要更拉长 扩大学生可能接触的人 并且提出警讯 如果变异株真的在桃园扩散的话 不可能像之前入新屏东那么幸运 因为桃园人口密集度更高 认为一旦Delta进入社区 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景津清空校园 北科复工学生染疫 学校从3号开始停课14天 同步框列全向2656位师生 进行PCR裁剪 结果出炉全数阴性 但医师认为对抗一次Delta变种株 目前所框列的对象和范围是不够的 在体内有感的能力 可能不是从开学开始 可能更早就有 我们的框列没有办法再往前两天 PCR或快摔的话 可能这些还是会在桃园 这边产生一些可能一些传播的漏洞 医师认为机师因为接种过疫苗 病毒复制速度不快 但机师小孩接触爸爸后染疫 短短几日CT值就变为11 带有很高的病毒量 病毒复制速度也相当高 感染Delta几率很高 如果指框列学校是不够的 更提出警讯 此次染疫危机不能跟屏东Delta相比 爆发在桃园更应该提高警觉 行动是比较 人口比较没有那么丑密的地区 可是在桃园集市这部分的话 它就是青少年出群 它活动力其实是蛮强的 所以几个比较严重的社区的一个传播的情况 毫不容易等到全国降级 就怕重蹈覆辙网友留言灌报指挥中心 透拼就近要破口几次 才开学三天就离三级不远了 难道又要回到疫情爆发的开端了吗 不提高防疫层级找出传播链 就怕Delta变种株持续扩散 在台北综合报道